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哈喽 现在是周六的下午 我这次主要分享一些我以前买过的毛衣半裙裤子的搭配 然后这次视频主要分两期拍 我现在先把手头我以前买过的有的衣服 先分享给大家 然后下一次等我淘宝还有两三件到之后 再拍 再不拍 然后我今天中午才起床 然后下午换了一个妆 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吧 这是第一件毛衣 这件是在UR买的 然后我当时在实体店试它的时候 我感觉我就 我就恋爱了 它就是那种拼接的材料 它中间这个拼接就是用不同的材质拼接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拼接的地方它就 特别特别舒服 就有点像那种毛巾 毛巾的那种材料 然后整个颜色也都比较和谐 下面来试给大家看一下 穿上身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 磨绒绒的质感 但是我觉得这件衣服它有一个问题 它稍微有点大 但可能是我马买的有问题吧 我当时去买的时候只剩最后一件 看它这个地方很宽 但是 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宽松的大马的衣服 冬天 大家 对吧 里面穿件秋衣就行 也不怕漏风 我要戴个帽子 我就是那种 特别喜欢买帽子 但是又不戴的那种人 我感觉戴帽子有点呆 但冬天戴帽子确实很温暖 毕竟头是个挺重要的补位 然后这个搭配我来讲一下 首先它下面 可以搭上这样的裤子 可以搭上这样的裤子 这种白色的 这种材料 有点像卫衣的那种材料 但是 不是 这条裤子 这条裤子 磨油链肌 因为是我妈 她因为穿不上 所以才给我的 它就是那种 阔腿裤 然后挺舒服的 大家可以去往搜一搜 我感觉网上这种裤子挺多的 就是这种阔腿的 很宽松的 就穿在下面 很搭 然后这个下面 还可以穿 这样子的 针织半裙 这个是反的 这样子穿到了 你反过来 反过来 这就是我上一次视频里 出现的那条灰色的半裙 细看就是这样子 这种 这种 竖条的这种 针织半裙 这个穿在下面 也挺搭的 这个搭配就先说到这里吧 我们来看下一件衣服 下一件衣服是这个 就是我上一次 发动态说 我找不到的这件衣服 后来我在 我的柜子上面的一个箱子里面找到了 然后我就特别开心 超级开心 因为我真的好不容易才找到它 这件就是那种 有一种骨着感的那种 毛线外套 但是它有一点点小柜 就是 因为它是那种 纯手工的嘛 然后就是 性价比不算特别高 它虽然很厚 但是毛衣 都是会透风的嘛 像南方的话 可以穿挺久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在北方 这件衣服 到后来就完全不能穿了 所以性价比不算特别高 但是它真的很好看 这样子 然后我是去年买的 到今年它这个袖口 稍微有一点点气球 稍微有一点点气球 我觉得质量还行吧 但是手工品 它可能 看起来稍微有点粗糙 我来试给大家看一下 这件 这件我真的无敌喜欢 它也稍微有点大 我觉得不喜欢这种很宽松感觉的朋友 可以不用考虑这件 这件穿上去的衣服很温柔 很冬天的感觉 很可爱咯 这种穀着毛衣 就真的挺好看的 很大 很安松 所以如果显冷的话 里面还可以再塞衣服 它后面也很好看 它后面也很好看 这种图案就是很经典 我个人超级喜欢这件毛衣外套 我觉得男孩子应该都喜欢那种 对吧 很温柔的 很可爱的小女孩 拥有了这样一件毛衣 就无体了 爱吗 让我来说一下它的搭配 还是这条裤子啊 这条裤子穿在下面也很好看 因为它的材质呢 我就不多说了 刚涨过 然后重磅推荐大家冬天的时候 买一条这样的大身裙 这条在网上应该都被po烂了吧 淘宝烂大街款式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很有美的 我大概是去年也不知道前年买的吧 很久之前 但是很百搭 就是穿在这个下面 然后再穿一条那种 脸裤袜 然后类似的还有这样子的 这材质和刚才那个不太一样 刚才那个是泥子的那种半裙 这个的话就是接K裙的感觉 还有一个类似的就是这种 也是一条卡其鸽子 哇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不多的 哇 为什么有这么多差不多的 大家我觉得这三条买个一条差不多 也是这种泥子的 这条有点包臀 然后有点长 我觉得没有前两条的效果好 反正这三条这种花纹 冬天非常百搭 下面只要穿一个 嗯 脸裤啊 再穿一个那种小皮鞋 哇 就是最亮的仔 这一件就讲到这里 ok 这一件就讲到这里 我们来看下一件 当 这是一件 这是一件粉色的毛衣 但是它实际的颜色并不是像 视频里这么灰 它的颜色其实挺好看的 就是那种 烟粉色 就是很好看那种粉色啦 但是它视频里看起来真的好丑 它就是那种毛毛的材质 让你看起来很温柔的那种 材质 然后上面有一些这种闪闪的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但是它这个 嗯 我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搓人 一点点 但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我现在试给大家看一下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颜色还是有点 嗯 浅 偏灰 所以有点色差 这个没办法了 大家就看看吧 大家就看两眼 看看我 它这个材质还是很舒服的 这个下面可以搭配 这样子的一条半裙 杏色半裙 它也是这种 条状的针织材质 有弹性哦 然后这条裙子是我去年买的 我感觉它这个 时间长了这个锤感不算很好 就它这个下摆 它有点它有点炸 就看起来锤感不是很好 但刚买来的时候还是挺好看的 它和这个粉色和这种杏色配起来 非常好看 然后这个下面也可以搭配那种杏色的纱裙 你们就自行脑补一下 好 我们看下一件 哎呀 找找找的床 太多了 OK 这有这 蓝色的毛线衣 这件 可看可不看吧 就是我 这件就是我很久之前买的一件衣服 它就是这种 树条的 看到了吗 我 最看的一个原因是 它特别舒服 然后你 然后你 它的颜色很好看 但这件衣服是很久之前买的 我怀疑它已经过时了 所以我还是试给大家看一下 我身边的一些毛 哦 哦 我差点就忘了 还有两个基础款的 忘记说了 我差点就已经准备 结束了 是 这种 这是我去年买的 没烦脑夹的一件毛线衣 就是那种白色上面有零星点点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种毛线衣就比较实用 就是你冬天 可以用它搭各种什么大衣啊 绒服里面都可以穿 然后它巨便宜 我去年买的 穿到今年 它的祈求状况是这个样子的 就我觉得也不是特别严重 还可以接受 性价比特别高 大家快去买呀 这种白色的 大家多买几件 特别好穿 然后类似的这个 然后这一件很好穿 这件是高零的 这件不是没啥老大了 这件实体店 好了 应该没有忘记的衣服 没有 今天就先录到这里 来一次就把我剩下来买的 大概有两件毛线衣左右吧 在此 希望不再流浪飘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